宣伟,你呢? 后面立志功 我说我让口令你一直到尾 当然知道 不就是那个什么吃不到口滑鼻 吃不到道的口滑鼻的吗 好极了 你要不说让口令呢? 我就说我听过来帮帮你 讨我? 没问题! 你怎么讨我? 我都会 口气还不小 那你听听这个 说芳芳放了风风筝 从尘飞上天空 风吹走了芳芳 从天上掉下来芳芳的风风筝 吃不到不吐啥啤 不吃不到倒吐啤 不对 你脸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啊? 要说芳芳放风筝啊 再来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放原风筝呢? 原风筝 哎呀你管这张老脸 绕腹就绕嘴 说的越怕越好 好,简单,听着 说芳芳放风风筝 吹走风筝 吊吊风筝 吊吊风筝 不吓死人了 不对 我说的是 芳芳放风风筝 风筝 飞上天空 风吹走了芳芳 从天上掉下来 放风筝 那放风筝呢 放风筝呢 放风筝呢 不许的 被风吹走了 哎呀你运动到心晨 能够出风了 芳芳放风风风 风筝 风筝 飞上天空 风吹跑了 芳芳 从天空上 掉下来这个 芳芳的本质 不是 芳芳的本质 快累死我的女人 我都快累死了 这就算没说得上来 哪个人呢 那你先上去 哦 说有两个人 哦 一个人请游 游泳的游 哦,游泳的游 嗯 那另外一个人呢 他请不速 有点江湖的速 江湖等我 你先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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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去干啥 醋先生呢 他去买油 你先上去 好,你仔细听了 哦 说游先生拿着酥品去买醋 醋先生拿着油 醋先生拿着油 品去买油 游先生状了醋先生的油 醋先生状了游先生的醋 醋先生状了游先生的醋 有先生要醋先生陪她的醋 醋先生要有先生陪她的油 这不对啊 那不是不对的 说游先生状了那个 对,醋现在有 醋先生状了 油先生的醋 这一人各状一阵 谁也不犧牲 干嘛要 deb 你自己这样的话说 我哪有成因呢 哦 有些人拿着瓶子去买油 买醋 有些人拿着瓶子去买的可乐 可乐 不敢买醋 所以热的口感是热的 你别讲老婆快撞 有些人拿着醋瓶子去买 醋瓶子拿着油瓶子去买油 油先生撞到了醋先生的油 醋先生撞到油先生的醋 油先生要醋先生陪他的醋 醋先生要油先生陪他的油 怎么样 还是这样呢 我告诉你 这个难不倒我 那你再听听这个 你还有吗 我对这边考虑你会考 来了 那你真的要自己听考了 说十只十狮子是狮子 哪里十个狮子打狮子 哪里十个狮子打狮子 吃狮子去了取一个狮子 还给个大狮子 小姐 我问你啊 怎么了 这石头做的狮子 它会吃狮子 废话 不过狮子也不是狮子 你怎么老叫做狮子 不是啊 这不合理啊 你管什么都不说 请无数奔道啊 说下去 说哦 十个狮子吃了十个十狮子 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 这个十个十狮子吗 就吃这个狮子 拿起十个狮子来打狮子 那十个狮子就打狮子 那十个狮子就打下来 十个狮子 不是啊 那十个狮子打下十个狮子 对对 十只嘛 那十狮子呢 就吃这狮子了 吃了就是狮子 哎这狮子很肆 然后吃狮子里还吃了 狮子又打了 打了又吃了又吃了又吃 又吃鹿 听有料的 所以徐先生就要说啦 吃不到冰箱吃不到冰箱 冰箱 又回来了 你先留别人下台一高